香港经济备受社会动荡及新冠肺炎疫情连环打击,近期每日都听到有企业宣布裁员,减薪,甚至索性关门大吉,在失业率势飙升下,二手楼市估值自然下跌,辟价成交比比皆是,跌势以不可逆转,可楼市一旦硬着陆,对民生经济将是致命打击,既然益子楼价上升的需要不复在。 政府而因应宏观金融风险及市况最新变化,尽快采取措施,为楼市有罪减辣,力被大上大落,设计让香港经济进一步推向万劫不复的景地。 香港土地政策长期失败,过去遇上十多年低息环境,加上内地需求因此致使供应严重不足,令楼价一升再升,再无计可施下,港府试图扭曲需求,推额外印花税,SSD,买家印花税,BSD,双倍印花税,DSD,等续清辣焦的措施。 务求提高入场门栏及增加炒卖成本,为结果有目共睹,由于炒楼顿时绝职,反而压缩了供应,变相令二手市冰封。 流动性变差,最终是楼价升势更猖缺,用家由于陷入绝境,要上车,就要不断追价兼挨跪税,更甚是将价就货于买于势,纳米会应运而生,形成恶性循环,这样于打压于升价的局面。 一直为人救病,随着经济景气急速逆转,去年下半年流市气氛已大不如前,再加上今年初以来祸从天降,新冠肺炎疫情不但令发展商的新盘销售遇上极大困难。 就连二手市场也成交萎缩,各区劈价屡见不鲜,别势不止成形,更可预期会因民众收入就减而急转值下,足见目前正是着手减辣之时,当然,行政干预市场的政策药谋退出,也不能一触而就,否则又落入一放就乱的陷阱。 故现时最简单可行的做法是,取消买第二间楼税付额外税项,又或者降低BSD税率等,令楼市逐步回归市场化。 虽知道住屋成本是市民生活的最大负担,一方面仍有不少用家再挨租等上车,另方面对不少中产而言。 一层楼已是全富身家,可见楼价无论是大赏益或大落,皆不符合整体利益,港府实需因时制宜,灵活变通,果断启动有罪减辣,让楼市交易成本逐步回复,社会资源得到合理分配,为福祉做一点好事。 回归以来,政府在楼市政策想接连犯错,所谓八万五,酸狗招等,大众仍以熟能场,又有如归,期望当局能认真吸取教训,多听民意,既要继续设法密地增供应,也要谨慎评估大势,适时行动,此刻减辣实在有利激活需求,稳定价格,别等喝了才挖井,否则民怨大爆发必然难以想象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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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